这个是喷枪 它的清洁呢很简单 就是在运行的状态下 把里面的精华清洗干净 把这个盖子里的稍微清洁干净 然后倒点清水 然后把这个按钮按下 它这个瓶子里的水液体都会喷出来 然后主要是清洗这个管道 喷枪这个小短的管道 然后锡笔呢也很简单 锡笔你在用完了以后把这个水倒掉 然后换上清水 然后这个这边的废水瓶可以不用管它 然后这样子通过这样吸 主要是清洁这个锡笔的管道 然后最后吸一个几分钟以后 四五分钟吧 然后或者是三分钟你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暂停 然后再把这个废水瓶清洁干净就可以了 像这个勺形啊 梯形啊 这些你都可以用生理液水擦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也非常简单拆开 然后上面这个有一个软硅胶的 拆的时候按住下面的金属头啊 稍微拔出来就行了 像一个软硅胶的可以把它拆开 然后把这里面的小瓶子洗干净 塞的时候先塞这个底下的底部 先塞头然后再塞底部 就可以卡进去了 注意一下这个金属有点卡的有点紧 太松了会掉 然后铲皮的话也是用生理液水 然后其他说特别要说明的话 这个这个开关也是控制系列的 但是都差不多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控制 还有这个这个阀这个地方控制 然后记住他这个插管啊 刚刚有说到这个插管的时候 你的管一定要按住这上面这个黑色的 然后把管滑下来啊 如果说管松了接的话 这边有个管 如果你觉得这里有水出来 你就按住这个蓝色的 然后稍微弄一下这个管 稍微插一下就行了 其他东西我们就没有了 因为它非常简单 其实跟我们平常做的 其他点数的都是差不多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好了 谢谢大家